我們警方今早採取一浪的拘捕行動 總共拘捕了四男一女 年齡是佳父,40至63歲 他們是負責今次MIRROR演唱會工程的總承犯商 藝能工程有限公司 和負責舞台工程一次承犯商 協興隆舞台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級職員 這五名被捕人分別在藝能擔任業務總監 項目經理、技術統籌 和協興隆擔任高級的技術員 其中四名藝能工程有限公司的職員 涉及兩項罪行 分別是欺詐罪 也就是香港法例第280章盜涉罪條例第16A條 和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 而另一名傑兵龍職員 亦涉及容許物件從高處墮下罪而被拘捕 停止 同時期贖罪行